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部的高原山地当中 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 地貌包括高原 山地 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 素有八山 一水 一分田之说 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在贵州群山当中分布着大量的野生动植物种群 至今仍有很多珍稀物种不被人所熟知 在贵州南部由于地处云贵高原 向广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 所以溶洞 风林 河流众多 拥有世界上同纬度保存完好的卡斯特森林地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一起去贵州南部平塘县的大山中 探寻那里的自然生态环境 平塘县位于贵州省南部 隶属于前南布一族苗族自比州 它距离省会贵阳是193千米 多年来 在平塘县生活着布一族苗族 毛南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 各民族在这片大山的世界中和睦安详地居住了数百年 形成了平塘县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 所以在平塘县的少数民族中流传下来很多特有的戏曲和舞蹈 猴骨舞是人们模仿民中猕猴的动作 敲击木棒 翻滚跳跃 以此祈求风调雨顺 子孙发达 纳吉江湖的一种舞蹈 猴骨舞表现了当地少数民族与大自然中的动物和谐共处的关系 平塘县境内的地势 西北高 东南低 处于云贵高原东南坡向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上 这里的地理环境多样 蕴含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其中已知的珍稀动物有几十种 珍贵的野生植物有二百多种 近几年 当地百姓口中经常议论的 据说是一种与山洪来袭有关的神秘水生动物 家住平州镇荆州村的孟景芳 就曾经亲眼看到过那个不同寻常的动物 三年前的一天 村民孟景芳来到离家不远的山谷里割猪草 忽然 他看到一个长相奇怪的动物 在旁边的河水里若隐若现 我看到一条 又怎么出一点 又怎么穿 我 搞得我心中落肉吗 我都不小心是炸个针 老孟说 河里的那个动物看起来和鱼有些类似 但又有点像蛇 因为从没见过如此古怪的动物 老孟一时间有些害怕 正在这时 不远处山谷里的河水发出了阵阵巨响 仿佛正有山洪在向身旁的河道奔涌而来 老孟来不及细想 连忙向山上跑去 此后 陆续有其他人也看到了那种神秘的水生动物 因为那种动物似蛇飞蛇 似鱼飞鱼 长相奇特 当地人将它称为乌球龙蛇 百姓之间相传 每当人们见到乌球龙蛇之后 当地往往就会有山洪爆发 百姓口中的乌球龙蛇 究竟是一种神秘的鱼类 还是一种特殊的蛇呢 为什么当地百姓会将它的出现和洪水联系在一起 带着这些疑问 深究时节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贵州省平塘县进行考察 来到平塘县城北面的山上 俯瞰平塘县城 记者发现县城被一条河流环绕 犹如在一盆水的中央一般 景象非常独特 当地人告诉记者 这条河叫平州河 而这个独特的景色 被当地人称为玉水金盆 因为它宛如盆景 玲珑俊秀 所以自古有诗句 玉水金盆拨各仓 来赞美这个景色 在县城的主干道上 当地的百姓正在举行独具特色的活动 令记者感到不解的是 在五龙队伍的两旁 还放着几个大水桶 在场的百姓用水盆从大桶中摇水 纷纷向正在上下棚挪的龙身上泼水 县城的百姓告诉记者 这个活动被称为五水龙 人们通过五水龙向龙身上泼水 来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风根 看着五洞的水龙 记者不禁心存疑问 老百姓所舞的水龙 与传说中那种随着暴雨山洪出没的乌球龙舌之间 是否存在着联系 走访当地群众后 记者得知 五水龙的习俗 在平堂县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据说 百姓所舞的水龙 很可能就是从那种神秘的乌球龙舌演化而来 由于乌球龙舌出现之后 当地往往会暴雨如注 山洪青械 所以久而久之 人们便在干旱时节 用这种形如乌球龙舌的水龙 祈求天降甘露 润泽自发 我们的龙一动起来呢 上天多多多多 如果下一点点雨 哪怕出了大大阳天 雨也会下 看来 五洞的水龙 的确与当地球雨的习俗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 传说中水龙的原形 神秘的乌球龙舌 究竟生长在哪里 它又会不会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呢 为此 记者来到平堂县的县制办 进行走法 咱们平堂县县制里面 有没有关于乌球龙舌 有那样的那种记录吗 我跟着发一下 好 快查资料 工作人员在查阅了平堂县的县制后 告诉记者 平堂县的动植物资源 十分丰富 进蛇类 在县制里就记载了十几种 但是其中 却没有记者要寻找的乌球龙舌 那么乌球龙舌 很可能是一种 尚未被发现的神秘水生动物 所以只在平堂百姓间口口相传 记者决定 向平堂县的老百姓 打听更多关于他的线索 当地群众反映说 那种传说中神秘而奇异的动物 很多百姓都听说过 但却大都没有亲眼见过 他们建议记者 去县城以西的一个叫古屯堡的地方 想住在那里的老人问一问 或许会有所收获 摄制组从县城出发 向西行进了五十多千米 来到了位于通州镇的迎盘山 记者看到 古屯堡依山而建 全部用石头堆砌而成 当地百姓介绍 古屯堡是由我国明朝屯田军人 所建的一座军事古堡 这里曾是连接钱贵的重要据点 明清时期曾兴盛一时 走过古堡中的石径里 两边已有些残破的土墙和木屋 依稀在向来往的行人 诉说他的古老和沧桑 当地向导告诉记者 曾经有十余户人家 分散居住在古屯堡内 如今只剩下五六户 而且大多为年纪教长的老者 老师你好 你好 您听说有那么一种奇怪的动物吗 听老人出来说 有这个动物 就是有手那么粗 有那么长 所以要想想射 也不想想射 也具体说不清楚 具体说不清楚 老人告诉我们 在县城南部发育有大量的峡谷 那里是流经县城河流的下游 很可能在那儿会有所发现 于是记者决定向河流下游寻找 向县城南部的一个山谷 行进了约十五千米 记者遇到了一个依水而建的村寨 忽然记者听到了阵阵歌声 寻生而去 记者看到 几位毛南族的老乡 正在河边边唱歌边洗衣服 你好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无球龙蛇呀 有 但是没在这就好了 没在这呢 在山洞里面 如果你们想看 我可在山洞里面 这几位毛南族老乡告诉记者 乌球龙蛇出现在河里时 往往伴随着河水上涨 洪水洪流 他们说 在附近有一个石针洞 数十年前 曾有村民在那个山洞附近的暗河里 看到过乌球龙蛇 在向导的带领下 摄制组来到老乡所说的石针洞 记者看到 石针洞的洞口不大 呈不规则形状 向导告诉我们 石针洞里全是乱石 根本没有路 人进入洞内非常危险 就连附近的村民也很少有人进去 不仅如此 据曾经过洞的村民讲 在洞穴深处的洞顶 倒立悬挂的成千上万只石针 好像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内 手电筒微弱的灯光 几乎失去了作用 记者跟随向导 在布满乱石的洞穴内 行电了大约五十米左右 大家停下了脚步 这全面路不好走 全部是乱石 没路了 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过不去了 过不了了 神秘洞穴 人际罕至 凸现乱石 如何前行 无求龙蛇 究竟隐秘何方 前南秘境 地地中国 正在播出 记者和向导 在石针洞里 行进了大约五十多米之后 无数块不规则的巨石 挡住了去路 向导说 因为很多年没有进入 这个石针洞了 这个洞内很可能出现一些坍塌 有些原本能够通行的地方 现在已经被落石封死了 那么我们还能不能够找到 生长着乌球龙蛇的暗河呢 我们知道 要进入这种人际罕至 未曾开发的洞穴 不仅需要专门的照明设备 绳索 指南针等探动工具 而且还必须有专业人员随行 现在洞穴内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设置组也没有足够的装备和挤养 为了保证安全 记者只能够暂时地离开洞穴 去寻找帮助 这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 正在这个时候 设置组了解到贵州师范大学的地质专家 王恒松 带领一支专业的科考队 正在平塘县进行科学考察 当他听说的设置组正在寻找一种神秘的水生动物之后 立即决定带领我们一起再次进入那个未知的溶洞 展开考察 王恒松 贵州师范大学 喀兹特研究院自然地理学博士 教授 多年从事地质地貌 水文地质 石墨化防治等方面的研究 进入洞穴后 专家沿着洞穴崩塌的裂系 找到了一个隐藏在石中鲁之后的支洞洞口 他告诉我们 在石灰岩发育形成的溶洞中 往往会存在复杂的洞穴气候 这些支洞互相连通 很可能能够趋近通幽 寻找到洞底那条神秘的地下暗河 果然 进入左边的洞穴后 大家发现 这里没有发生坍塌 道路也相对平坦很多 忽然 在队员们眼前 出现了一大片凹凸不平 且向下倾斜的道路 当队员们仔细观察时 大家发现 这些坑坑洼洼的地面 竟然像梯田一样 甚至还发出点点亮光 王老师 这一大片是什么东西 怎么形成的 这一大片形成的 看得像梯田一样的 这就是鞭石坝 王恒松教授说 鞭石坝是 喀斯特洞穴里 比较常见的沉积物 它是在净水环境中 水里的二氧化碳玉阻 碳酸氢钙漂浮在水面上 慢慢移动 在岩石边缘 逐渐沉积而形成的 鞭石坝上发出点点亮光的物质 是岩石中含有一定的 二氧化硅的成分 专家告诉我们 在距此不远的 四川省阿坝 藏族枪族自治州的 黄龙地区 也有一片露天的鞭石坝 被誉为人间摇池 那里有三千四百多个形状奇特 色彩艳丽的鞭石坝彩池 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自然遗产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 但是 王恒松教授告诉我们 在洞穴内部 像如此大面积的鞭石坝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这个规模很大 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么一个鞭石坝 集中发育的洞穴 队员们发现 这里的鞭石坝 都已经没有水流的存在 他们像洞穴深处层层铺窄 在近万平方米的洞穴内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鞭石坝 粗略估算后 队员们得知 这里的鞭石坝 至少有三百层以上 王恒松教授告诉考察队员 这里存在这么多鞭石坝 说明这一带曾经有着 大量缓慢流动的水体 然而 到了今天 随着洞穴的坍塌 和地下暗河的改道 现在 这里已经变得相对干燥 水流也正在不断减小 这都是形成的像梯田一样 都是水平的一个平面 队员们走过大面积的 鞭石坝区以后 洞穴内又陆续出现了 各式各样形状美丽的 洞穴沉积物 考察队继续向洞穴深处 行进了四十多分钟后 在一处岩壁顶端 出现了成千上万根 石针状的岩石 王恒松教授说 眼前这片道悬的石针状岩石 属于更加罕见的洞穴景观 往下涨的都是比较少 你看下到处都有了 这一片都是 专家说 这样大面积道立生长的石针状岩石 在王恒松的科考生涯中 从未见过 它既不像石中主 也不像石琪和石蔓 王恒松说 他甚至无法在洞穴沉积物的分类中 找到这种景观对应的名称 那么 这些奇特的洞穴景观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还有能否指引我们 找到地下暗河的线索呢 这个曾经 估计啊 可能就是 跟这个岩层有关 过去这个是海象城际 海象城际 对 王恒松教授推测 数万年前 这里曾是汪洋大海 岩层形成后 又经过了复杂的地质挤压作用 出现了秘如珠网 形似棋盘的裂系 这样旋垂而下的 奇特洞穴景观的形成 又是否是水流沉积作用的结果呢 突然 在道石针所在 岩顶的不远处 考察队发现了一个水潭 水潭里 是否会有我们要找的 神秘生物 它又是否与我们 刚才看到的 那片玄垂而下的 洞穴景观 有所联系 王成功教授建议 对水潭里的水 进行检测 神秘的毛南风俗 奇异的山林深处 仙草 易兽 繁茂的密林深处 隐藏着怎样的地理奥秘 神坑探秘 地理中国 近期播出 经过对岸河的河水 进行取样测试 王衡松教授 得出了一个 令队员们感到疑惑的数值 那么读出来的 这结果呢 这是七十八 就说明 在一升水里面 含有七十八毫克的 这个钙离子 专家告诉我们 如果玄垂生长的 奇特洞穴景观的形成 与潭水有关 那么潭水中 应该留有 盐藤中被溶解下来的 大量的物质 水中的钙含量 可能会达到数百 甚至上千毫克每升 然而测试得知 这里水的钙含量 却只有每升七十八毫克 看来 起义的洞穴景观 不完全是由水流 融石形成的 专家带领考察队员 来到玄垂岩石的近前 经过一番考察 专家发现 整个岩层 清洁的角度非常特别 它跟这一块岩层 它的角度有关 我们一般洞顶的岩层 是水平的 而这一块洞顶 它岩层是清洁度 有一定的清洁度 这个有清洁度 再加上上面有裂隙 裂隙的是水 沿着裂隙 有高往低走 那么就沿着这个裂隙 是从这样 往洞顶的 往这个岩壁走 那么沿着这个裂隙 比较软的地方 就被融死掉了 就出现了 这些坑坑洼洼的 就形成像一个道石崖 王恒松分析 道石针所在的这块岩石 在地质运动作用下 先是产生了 秘如珠网的结理 此后 在海洋环境下 一部分其他的威力物质 沉积在了这些石缝之中 后来 地壳龙生 山体形成 岩层构成了 一定的倾斜角度 流速适中的水流 在流经这些倾斜的岩层时 将裂隙中的 非碳酸钙物质 融石带走 最终形成了 这些规模壮观的 道石针景观 专家告诉我们 中学中 流经此倾斜岩石的 水流适中 以及这块岩石 清洁角度的独特性 是形成如此奇异 旋垂岩石的原因 那么 在这种特殊的洞穴里 人们曾经看到的 乌丘龙蛇 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呢 考察队绕过水潭 继续行进 试图寻找地下暗河的身影 脚下很滑 来吧 忽然 旁边岩石上的一个身影 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一条长约八十多厘米 空体发黑 头部为暗红色的蛇 正不停地一边吐着杏子 一边向队员们慢慢爬来 发现了蛇 队员们非常惊喜 这会不会就是队员们苦苦寻找的 乌球龙蛇呢 专家告诉我们 这条蛇 学名叫做 锈炼复炼蛇 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在颈备两侧各有一个黄褐色的色斑 这种蛇在亚洲分布很广 以小鱼小虾两肌动物为食 在其分布区内 从未有锈炼复炼蛇 与山红爆发有关联的记载 因此专家推测 这种蛇虽然拥有黑色的外表和学居的习性 但很可能并不是考察队要寻找的乌球龙蛇 专家建议我们 不要惊扰这条蛇的自然生存状态 于是 考察小组继续向洞穴深处行进 那么神秘的乌球龙蛇究竟是什么物种 在洞穴深处又还是否存在暗河 暗河之中 考察组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在探动过程当中 考察组一时还没能够找到那种传说中的乌球龙蛇 但是却遇到了一条绣炼复炼蛇 专家告诉我们 这个绣炼复炼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蛇 它的冬年期一般在200天左右 换句话说 在一年365天当中 它只在天气最热的那三四个月活动 考察时已经是11月份 深秋时节 这个洞穴中却发现了行动如此灵活的绣炼复炼蛇 专家分析 在洞穴深处很有可能存在着某种不知名的地下热源 而热源的存在往往会吸引很多野生动物在冬秋时节聚集在洞穴深处躲避寒冷 也许在这个洞穴的深处不仅能发现传说中神秘的乌球龙蛇 还有更多难得一见的珍惜物种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带您跟随专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明天再见